说起麦克尔杰克戏,相信大家都不陌生,一个音乐界和舞蹈界的传奇人物,纵观他的一生,虽然有些负面绯闻,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,但谁又能否认这位全球传奇歌神,唱得好,跳得棒,引领世界潮流数年,他浑身上下充满了一股神秘的力量,每当音乐响起时他的节奏能带动,现场所有观众的气氛, 他的舞蹈也是很多明星模仿着对象,因为对艺术的热爱,每次表演,麦克尔杰克逊都是全身心的投入,把动作节奏与音乐完美融合,让人分不清,是他在跟着音乐跳,还是音乐在有益配合他的动作,紧这一点,很多模仿者都做不到,尤其是他经典的45度倾斜舞蹈,这个动作在当时,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, 更是让很多人着迷,大家都知道,一个舞蹈明星在舞台上表演,扮舞的表现很重要,有句俗话说得好,红花还许绿叶着,一个武艺精湛的明星,加上一群会配合的扮舞,才能诞生出一场精彩的表演, 看看麦克尔杰克逊的扮舞群,确实很强大,经常看他演唱会的人,会发现一个扮舞格外面熟,再加山鸡毛狮王的发型,越看越像许锦江,当然口说无凭,有网友就放出了视频截图, 话说,麦克尔杰克逊身后的那名舞伴,身高体质和徐锦江非常相符,搭了一身黑西装,再戴上个黑色的帽子,几乎和我们认识徐锦江一个样子, 对于这件事情,徐锦江刚开始也没回应,但是这个网上被无限放大,甚至直接有人说他就是徐锦江, 其实视频中的伴舞者,只是和徐锦江长得很像而已,早在2007年参加某综艺节目的时候, 徐锦江就说过自己是一次学舞蹈,而这段视频是在1997年的演唱会,徐锦江也在微博翻过自己的跳舞图片, 网友一看,真是闹出笑话了,结合是跳的世界舞,而徐锦江跳的是中国舞,所以这个伴舞不可能是徐锦江, 现在的徐锦江已经很少拍戏了,他将生活的重心放在了艺术设计上,没有了演员条条框框的规矩束缚, 他更能谨心结力的,全是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形象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